本来这个题目的话 好像是有另外一个题目 当然也是随教随道的帮助 差不多 这个随教随道 是因为我最近在查 那个放大版圣经的时候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 这次就突然就注意到 他叫做Standby 圣灵的名字叫做Standby 这一下让我就是很大的一个震撼 一个提醒 他的名字叫Standby 就是谁教随道 就是24 hours on call 就是24小时随时准备好 这个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开眼界 我们知道在天上罗利加后书3章16节 也是说愿赐平安的主 随时随事 那不就是谁教随道吗 那他怎么做的呢 那我们知道天父是在宇宙当中 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宝座的里面 宝座上 那么今天地上我们一切的天路 一切的祷告 一切的侍奉 是靠着圣灵 这是耶稣自己讲的 就是我们不能像中国的神话一样 叫耶稣变变变变 小小小小到我们的里面 像那个孙悟空一样 西游记一样 那是迷信 那是神话 那我们祷告什么呢 那耶稣在哪里呢 那我们知道圣经上有很多的这样的角度 让我们明白 一个就是 他是充满万有者充满的 也就是说当人的心灵有空 有敞开 有渴慕 有空间的时候 圣灵就充满 把神的治理 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带下来 那我们就向神祷告 我们就说神啊 我们就说主啊 但是我们不能像神话 封神演绎 迷信 这种的里面说 变变变变 小小小 我们就把耶稣缩小了 这个就是宗教 这个就是迷信 这个就是神话 这不是我们的上帝 圣经上明明说 神是看不见的 而且神是掌管万有的 耶稣基督也是 借着他的死而复活 现在在天上 那我们在祷告什么呢 我们喊什么呢 我们敬拜什么呢 我们跟随谁呢 所以这个里面 就是有一个具体的 在我们的认知上 我们的体会上 我们要根据圣经 所以 耶稣说 我不去 他就不来 我去了 他就来 而且耶稣说 我跟你们说实话 我把真理告诉你们 这是放大版圣经 我去了 你们就赚了 我去了 你们就赚了 那解禁家怎么说呢 解禁家 我查了解禁家 对圣经的解释 他是说 因为耶稣 他在肉身活着 他死而复活 他还是在肉身的里面 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 一个形体 他只能在某一个时间 在某一个地方 他是有限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解禁家说的 是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 借着死而复活的 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 能够做比这更大的事 也就是说圣灵 因为有圣灵 所以我们才可以向神祷告 我们才可以呼喊主 今天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 里面外面运行 他是超乎众人之上 运行在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样的话 我们才明白三一神 他不是一个 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搞不清楚 我们就模糊 迷糊 我们就浑杂 我们就搞不清楚 但是呢 我们又天天经历神 那这个神是怎么经历的呢 随时随事 赐平安的主 给我们平安 但是怎么做的呢 是靠圣灵 所以今天我们再有一些的 更深入一些的分享 我也是一点一点 借着神给我的亮光 谨慎的 也是很认真的 也是非常严肃的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盼望的话呢 我们越来越轻松 我们就能够过河 我们就能够出旷野 我们就能够兑现 我们就能够做比这更大的事 那过去呢 我对圣灵的逐步的认识 举例来说 最主要的 虽然他们只是代表的 不是因为影响我的人很多 读过的书也很多 听过的这种的见证 讲道也非常多 这只是举例 男人之一老弟兄 全中国著名的传道人 是在武汉大学的时候 他就跟我一群年 年轻人讲恩高的教训 我这个故事讲过 我就不讲了 所以我对他当时是有质疑的 因为他小学三年就没有毕业 我是大学生 所以他说在我们的里面 有另外一个灵 就是圣灵 神的灵 教我们一切的事 我当时是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明白 就像今天 我好像昨天一样 我还能够深深的记得 他的面容 他的笑容 那个灯光 我所站的位置 我今天还记得 但是我回去就愿意试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得了 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 有一个神的灵 他教我们一切的事 没有什么事不教我们的 这个太令人震撼了 你的投资 你的婚姻 你的学位 你的工作 你的职业 你的疾病 他什么都能够教你 最近有一位跟我联络 是我的一个学生 他快要进监狱了 我就跟他评估 我说你这个事情出了三个错误 我一听我就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知道呢 就是在圣灵这个世上不劳烈 所以他说 哇你讲的针对 几个律师跟我讲 都讲我现在这个律师做错了 三件事 你看 什么都知道 他紧急的找到我 说马上要进监狱了 是被误判 法庭 证人 都是 这种的做假见证 那我说你的律师怎么做的呢 我一听我就知道 这里面有三件事 几个是做错了 果然 庶民的律师都这样讲 你这个律师害了你 我怎么知道呢 他半个小时里面我就知道 怎么知道 是圣灵 我也不知道他很多的事 我也不知道他讲的 到底有没有偏差 有没有误解 但是圣灵就告诉我 所以他会教你一切的事 你该住在什么地方 你该离开什么地方 第二就是将手道 将手道讲到圣灵的特征 老一辈讲到里面的感觉 你里面的叹息 里面的催促 里面的阿门 我操练寻求学习40年 我才明白 那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不需要学40年了 因为这个已经发明出来了 那将手道讲的圣灵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 当然还不止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宝慧师 就是 福音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根据这个 我加了下加的这种线 这种颜色来 反过来 仔细的看 就是我在过去的40年里面 默想 因为看不到见证 听不到故事 没有很多的几时 就是靠着默想 他说宝慧师 训味师 宝慧师 训味师 宝慧师在圣经里面 还加了一个小字 括号里面叫训味师 宝 就是保护 慧 就是恩慧 师 就是师父 训 就是指教 慧 就是安慰 这是我所知道的 40年前知道的 圣灵内住的五个特征 我就想了40年 我就操练了40年 我就寻找了40年 在14章16章里面都有 什么叫做保护 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 有无数的见证 我们每个人都有见证 我们每个人每一年都有见证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都有见证 常常碰见有惊无险 这就是保护 车的轮胎破了 看医生 我们身体出状况了 就康复了 我们遇见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 突然我们就好像躲过了 我记得有一位北京一位弟兄 他从外面开车回北京的时候 那个下大雨 就是今年某一个时候的一个北京的大雨 大的这个洪水 他听到这个雨声就不对 他就出来 他就下来 他就决定不回 不回北京了 结果 好在他没有回去 不然他的车就会被淹了 他的人都有生命危险 这个叫做圣灵的保护 常常 时时 随处多方 很多的时候 弟兄姊妹都经历过有惊无险 但这个有惊无险是幸运吗 是机遇吗 是聪明吗 不是 是圣灵的特征 他保护 当然我们也尽我们的努力 尽我们的本分 会 就是恩会 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心想事成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 叫蒙应允 好但我们时候有期待 好像事情就转折了 好像有某种的恩会 好像有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的这种的事情 或者是期待 常常好像是有某种的恩宠 还有师父 就好像总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就有引导 就有陪伴 就有指点 就有纠正 我们很多时候都经历了这样的神的眷顾 见证 还有指教 我们有人说不明白 我们就有启示 我们里面就一通一亮一热 我们好像我们卡在一个地方就有点拨 里面就有某种的风动阿闷 还有安慰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不容易 常常我们借着敬拜 诗歌 祷告 借着一起的交通 我们就有平安喜乐 这五个的特征 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自己是在这个上摸索 寻找体会 实践实验 40年 就是过去的 对这个认识 五个特征 也就是说 只要我遇见有惊无险 只要我看到祷告蒙印勇 只要我觉得 好像在我信仰的路上就有某种的陪伴 引导 好像我在读圣经 在读某种的属灵的书 就有启示点拨 好像我的里面常常有平安喜乐 我就不会想 这是我的运气 我就不会想 这是自然的 我一定会想 这是不是神 我一定会想 我要做记录 几万次 十几万次 既然有穆勒弟兄的这样的见证 那我就想我也可以 因为他也是人 所以这是过去对圣礼的认识 那这个过去对圣礼的认识 就给我打下了很重要的对神认识的一个基础 我才会有信心来走天路 我才会愿意来摆上一切 那当然后来最主要的不是我自己是别人 是为别人 但是我还是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是有不明白的 或者是有误差的 或者是有这种的断层的 也就是说对圣灵还是认识的不够深透 那在目的神学手册的里面 他怎么讲呢 他是怎么样讲圣灵呢 我在上次提到过 上一篇有一次的讲到我提到过 圣灵是引导导航 像导游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敏锐圣灵 如果我们体贴圣灵 我们不会进入异端 因为你进入异端之前 你是进入异端 圣灵就会提醒你 不单是不会进入异端和异端 而且不会进入盲点 他会让圣经的真理全被的彰显出来 为什么 这是圣灵自己做的事 不是靠你的祷告 不是靠你的近视 他自己会做的事 第二 圣灵做的事是想起和提示 他指教并且确定 我们可以来执行神的旨意 为什么呢 他这个想起的一个特别的功能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选择什么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做不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往前走的时候 还是停还是退的时候 圣灵突然让你有一个想起和提示 他让你想起以前的一件事 他让你想起 他在你身上做过的一件事 做成的 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比较 一个对比 他给你一个提示 你就知道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一句话 不前不后 不上不下 不左不要 恰到好处 很多的时候 弟兄姊妹就跟上去 就照着里面的感动去做 就做成了 这个就是圣灵 指教我们 确定我们 可以来行神的旨意 可以来过去 那么第三 圣灵是帮助者 他的名字叫做帮助者 帮助我们干什么呢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帮助我们能够祷告蒙应勇 帮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祷告 帮助我们能够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对线 这都是有专家的论述的 所以呢 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基础上 现在对圣灵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周金海牧师在他的自传的 在他的传记的里面写过一个这样话 叫做 他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 在实践当中 我用的方法 周金海牧师说 我用的方法 叫做rule of thumb 就是经验之谈 就是常识 就是实用的判断 他的几十年总结出来三个规律 他的第一 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不断的催促 跳跃 激动 来叹息 来引导 叫做constant prompting 就是不断的涌出来 跳出来 不断的来激动 不断的来提醒 就像我讲圣灵一样 常常想到圣灵 常常要讲圣灵 为什么 不是我 是圣灵提醒 催促 叹息 引导 要我来讲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常常的这个prompting 跳出来 鼓动 催促 在你的里面 第二 他是有神的话 具体的话 借着圣经具体的话会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 有的时候会对我们读圣经 读到神的话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 它就不是一个文本的 它就不是一个 这个只是一个道理的 它是一个实用的 就是神的话 接着圣经的经文 跳出来 第三 就是在环境上 有印证 特别是有成熟的基督徒 有这样的帮助 三个 经验之三 它就是这三个 就是这三个 圣灵就会不断的来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鼓励我们 兼顾我们 引导我们 指教我们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判断 所以第一个就是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不断的跳出来 不断的激动我们 催促我们 引导我们 第二个 就是有圣经上的话 具体的话 不是神学 不是道理 而是圣经上具体的话 对我们说的 圣经上的 第三 就是成熟的基督徒 给我们的帮助 这不就是圣经 圣灵圣徒吗 这不就是圣经 圣灵圣徒吗 周金海牧师是 华人家会著名的 非常有影响的 一位牧师 他讲的经验之谈 实用判断 那我呢 用这个放大版的圣经 重新查考 他讲到 圣灵就是那个帮助者 他不但是帮助者 而且是standby的帮助者 所以我今天这篇的分享 叫做 谁叫谁到的帮助者 我原来准备把这个题目叫做 谁叫谁到的助理 他帮助干什么 就是帮助理 就是助理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谁叫谁到 是谁叫他 是主叫他 不是你叫他 不是我叫他 是主在叫他 他帮助谁呢 帮助我们 谁调度他呢 主调度他 他帮助谁呢 帮助我们 所以他说这个帮助者 有很多的名字 有很多的特征 他又是帮助者 他又是安慰者 他是保慧师 他又是advocate 就是 就是叫做 替我们说话的 替我们去调节的 替我们去辩论的 替我们去解释的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你不说话的时候 反而事情解决了 为什么 是圣灵替你说话 圣灵替你安排环境 圣灵替你来解释 然后祷告 他是怎么祷告呢 我们的祷告 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祷告 按照我们的理解祷告 但是解经加告诉我们 圣灵的祷告 是按照神的意思祷告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的祷告 是按照神的意思祷告 那不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吗 我们若到他的旨意求 他去听我们 而且我们所求于他 无不得着 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 最关键的 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 他就一定会成就 所以圣灵就是这样一个祷告者 你也祷告 他也在你旁边祷告 你跪在那里 他就跪在你旁边 你按照你里面的感动 吹出祷告 他也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他更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他还是一个出谋划策的人 为你计划的人 为你来解释的人 他还是坚固你的人 为什么我们祷告以后都有力量呢 你发现任何的人 祷告以后都开始有力量的 也开始有盼望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圣灵 不是因为你祷告了以后 你的血糖怎么样 你的心情怎么样 不是 虽然你有身体上的这样的感受 是因为他跟你一起祷告 他兼顾了你 最后他是stand by 他是一个随教随到的一个帮助者 随教随到的一个带导者 随教随到的一个安慰者 随到随教随到的替理说话的 这个就是圣灵 然后他说 whom the father will send in my name in my place to represent me and act on my behalf 四个方面 是迎着耶稣的名送来 派过来的 是站在耶稣的位置 那个角色 是代表耶稣的权能 是替他来做一切的事 你看这句话让我们看到 他不是我们讲的神话 风神演绎西游记 变小 把耶稣装在我们的里面 不是 那是迷信 那是神话 约翰福音14章里面讲到 是因着他的名来的 他的名超过万有的名 是站在他的位置 代表他 而且替他做所有的事 这个就是圣灵 所以我们才会向主祷告 所以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才会向他祷告 向他敬拜 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中间 也在天上 他带下了主的同在 主的影响 主的治理 主的恩典 主的供应 是圣灵 所以他又分不开的 所以这个圣灵会教我们 一切的事 而且他会帮助我们 想起 记得 耶稣对我们 讲的所有的话 这个话不单是圣经上的话 这个话也是 我们心想事成 祷告 蒙 应勇 我们得到圣灵指教的话 圣灵在我们身上 做的事 神在我们身上 做的事 换句话说 我们基本上 要有这样的一个顿悟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要有这样一个理解 要有这样一个感受 要有这样一个经验 就是在任何时候 我们靠近神的时候 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 外面帮助我们 催促我们 坚固我们 安慰我们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 体会到 认识到 神的同在 全部都是圣灵 圣字 你可以把它想象 像一个影子一样 像这个影子 这是一个解释的说法 它是一位神 祂就在你的里面 就在你的外面 我现在天天的 原来 我才明白 为什么 我几乎时时 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说不清楚 解释不清楚 但是我是真实 清清楚楚深刻的 体会明白 知道相信 但是我 我讲不清楚 现在 我开始讲清楚了 因为这是在 差不多一个月前 我突然看见 圣灵的名字 特征功能 叫做stand by 叫做谁叫谁到 叫像医生一样 24小时值班 24小时值班 医生不死 这是约翰福音14到26节 而且 从27节 他要进一步的解释 这不是我们主要来解释 我们是否带来看 他说 我离开了你们 但是我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平安 给你们 这个完美的平安 是要叫我们的心不被搅扰 叫我们不要惧怕 叫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候 都能够有安稳 都能够有力量 都能够有勇气 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所以 圣灵 他要给我们什么呢 圣灵做我们的随时的帮助 圣灵 这个 这个 谁叫谁到是干什么呢 第一 给我们平安 第二 让我们爱神 第三 可以让我们面对生活世界 因为世界是黑暗的、危险的、危险的、是有很大的 三件事 圣灵 圣灵 谁叫谁到 24小时来 守在那里 听神的召唤 来帮助我们干什么呢 三件事 第一 给我们平安 第二 要叫我们爱神 第三 让我们可以面对世界 因为世界是黑暗的、危险的、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的给我们的一个冲突的 所以放大版的圣经里面16章7节说我去了你们就赚了 因为解禁家告诉我们耶稣在他的肉身的里面 他只能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来接近、就是来服侍一群人 但是借着圣灵 他就带下了他的同在、他的服侍、他的教导 是在任何事上、任何时间、任何人 这个就是 这是解禁家讲的 今天的得救的、得到神救赎的基督徒 就能够做比这更大的事 这个就叫赚了 那在这样一个基础神学里面 我们也看到他的解释是 他的安慰是独有的安慰 是别人不能给的安慰 而且这是一个举世无双的 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的 就是圣灵的引导、安慰和介入 而且他的帮助是要插手帮助 他知道我们做不好 他要插手帮助 这是圣灵 所以圣灵的随时帮助 他有什么特征呢? 这是进一步的学习 不离左右 在人的里面 精准的想起 明白真理 带下同在和祝福 这是在过去40年里面 我没有看到的 我没有体会到的 我没有想通的 我没有得到启示的 但是我经历了 现在 对圣灵更一步的 我天天都非常的兴奋 我天天都非常的感恩 我也天天非常的 来观察圣灵 借着这样的解释 把奥秘把它讲出来 把这样的一种的恩典 这样的一种的认识 这样的一种福气 带给很多人 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变 圣灵是不离左右的 谁叫谁到的 圣灵是在人的里面的 圣灵会让你精准的想起的 圣灵会让你明白真理的 圣灵会带下神的祝福和同在的 不离左右 就是他安稳 因为有两个人 你有两个人 你心里就安稳 你就不孤单 对吧 你就知道谁在哪里 他都在我的里面外面 左右来保护我 就会有伴随和效力 像罗马说28章28节那里面讲 万事互相效力 以前我看到一个解释 叫做万事组成团队来帮助爱神的人 我就搞不明白 我说这个太稀奇了 万事组成团队 专业团队来帮助爱神的人 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 所以现在才明白 现在才明白 圣灵是谁叫谁到的帮助者 是这个意思 他让我们安稳 任何时候不要怕 任何时候不要惊慌 只要我们爱神 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 去面对世界 第二是在人的里面 圣灵的谁叫谁到 是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的帮助 他的解释 他的这个策划 他的这个咨询 是让我们的里面灵觉 可以有体会和认识 圣灵让我们精准的想起 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 不是想到 这个想到那一件事情 没有一年的差别 一个月的差别 一个星期的差别 刚好就想到了一个 那一天的这件事情 想起那件事情 想起那个见证 想起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是路标 跟上这个路标 就可以过去 跟上这个路标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圣灵也让我们有明白真理 他带我们看 看见全辈的真理 他让我们跟随小钱的灯 路上的光 让我们有根有基 有客观的信心和盼望 圣灵也在我们的周围 在我们的事情的进程当中 带下他的同在 让我们可以来走天路 经历神人 就不是理论 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期待 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 所以 现在对圣灵的进一步的认识 有解经家 有这样神的仆人讲 他就是演讲的提示 怕你讲错了 怕你讲的不对 他就在那里给你写个牌子 这个叫演讲的提示 圣灵就是那个提示的人 叫我们的行事为人恰到好处 圣灵就是真理的导航人 叫我们进入全辈真理 不至于偏差 圣灵就是在我们出现危机 出现误解 出现争执 出现不明白的时候 他来说情调解 了解争端 不变致命 不需要说话 圣灵也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遞条子的 把我们的祷告遞到神的面前 遞条子的 内情通报人 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让我们洞悉神态 神的态度 明白神指洞悉神态 圣灵也是随教随到的及时帮助 就是贴身的帮助者 从这样的方方面面 从圣经的解释 从神学家的解释 从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如果意识到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平安 有这样的一个帮助 我们就可以来爱神 有信心的爱神和面对世界 所以这里有一个医生的见证 这位医生常常给我写短信邮件 他说 昨晚查经 看到医生说到 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 非常吸引我 心里产生了渴望 能在日常点滴的生活中明白圣灵的意思 太棒了 他不知道 他以前不知道 他信主20年 他不知道 这前一段时间 他才发给我这个 昨晚查经 第二 他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圣灵与我同在 意思是圣灵一直要与我互动 他要在我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引导我 虽然我不一定懂 就像有一位教授也是讲 在大事上我们都能够经历神 但是没有想到在小事上 也能够随处都方经历神 这个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第三 他又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发了一个短信 圣灵不只是丢给我一个公式或者原则 就袖手旁观了 过去信主20年 我学到的是 圣灵是有位格的 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等等 现在 我却似乎明白了 一通一亮一热的意思 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 哦 原来圣灵随时随处 随教随到 我要好好操练 所以 我们 最后 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对于 谁叫谁到的圣灵的帮助和提醒 他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给我们平安 第二 给我们平安可以走天路 第二是叫我们爱神 只有爱神的人 神才会这样不断的去 帮助他 谁叫谁到 如果他不爱神 大家发现 渐渐的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就不灵了 就不能兑现了 第三 神 赐圣灵给我们 是教我们可以面对世界 因为解禁加告诉我们 世界的罪 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潮流 是跟我们的信仰相反的 是产生冲突的 按照我们人是不能面对这个世界的 但是有圣灵 我们就有坚固 我们就有启示 我们就有真理 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就有神同战 我们就有圣灵的陪伴 我们就可以面对世界的艰难 世界的挑战 世界的逼迫 世界的不容易 所以 看我今天这样的一个 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一个圣灵的 一个奇妙 一个奥秘 一个极大的恩典 能够引起我们 细微的精准的客观的真实的 这些的学习 跟随经验体会 让我们可以得福 让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 我们做的事 是怎么样 能够得到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但愿我们 借着这个圣诞节 这样一个期间 我们再一次 因着我们 每天生活接触的果子 可以来归荣耀于神 好 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 这样一位奇妙的圣灵 居然是 在我们天天的生活 工作 学习 侍奉 人生的生活 走天路的里面 如此的奇妙的陪伴我们 但是许多的时候 我们不胜清楚 我们不胜知道 我们不胜明白 主啊 去求你 将今天这样的奥秘 发明出来的时候 让我们大大的欢喜 让我们在神面前 真是大大的张口 可以叫我们 来被神大大的祝福和充满 求主来恩待我们 求主 让我们在 这个神极大的 这样一个恩典的面前 可以来 因着我们爱主的心 得到里面 不能震动的平安 也能够来面对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谢谢你 祷告祈求感恩 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